Baby girl 别叫我大分歧 让我长袖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LG 哈 嗯 你我都老单 我说你靠右 承认我有点腼腆 却又争抢好斗 犹豫都在出 想要某种联系 装作满不经心的 我一切都照旧 如果我是大分歧 你就是蒙娜丽莎 以Fatstar的微笑 帮我输动想法 要抱不承认想法 有一种想法 你说你要用彩虹手 来帮我洗刷 把他梦里好多 其实有点复杂 要是看上你的味道 撑着你的肚子 I find my bad boy 已经不想再说 下一个我做这机会 要将给你拍拖 到底应该要怎样 才能靠近 想要带你去shopping 在月光下我抓紧了你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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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想要叫你carling 但你回我的家 就怎样我都答应了你 so baby 别叫我的分歧 让我唱上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别叫我的分歧 不是也不用的甜蜜 吃饭睡觉的游戏 你是我的小猫咪 oh baby 放上去床就要打开你的光圈 连攻击都变得神仙 你爱大部里的故作 多情 以为这是你的可怜 感受到我小宇宙的特别 你让我争转反侧 不可难合计 或是错的看着你的眼眸 确认反复是爱的迹象 你对我点头 答应满足我所有的欲望 像现在记忆 让我变得稀疲 这一点一体 如果你缺乏抵抗力 那我就是你的物体 嗯嗯 我见过太多过往云烟 乱假装抠瘟 却会倒在你的裙边 你沉云落雁 而我英俊潇洒 我风度翩翩 而你必为修华 别叫我的分歧 你知道我不会感情说爱 更不是被够分 但我想现在就打你离开 这四人飞机 环游世界只需一个礼拜 我好喜欢你 这秘密我所想在依赖 别叫我的分歧 让我强受那底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girl 别叫我的分歧 闭上也不用得甜蜜 吃饭睡觉来游戏 你是我的想法迷 So let me be love 就这样吧 你和我都融化 坐上了旋转木马 破解你线索密码 Oh yeah 或许是我太主动 或许你也快失控 放弃了多余理由 我牵你的手 你开始选择 No me Oh baby baby 别叫我的分歧 让我长生的落地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girl 别叫我的分歧 不是也不用得甜蜜 吃饭睡觉来游戏 没有需要 你是我的想法迷 我和你 by bwd6 作曲 李宗盛 让我成熟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LG 你我都老单 我说你靠右 承认我有点腼腆 却又争抢好斗 犹豫都在出 想要某种联系 装缝满不经心的 我一切都照旧 如果我是大分琴 你就是梦娜丽莎 你FlyFlyStar的微笑 帮我疏通想法 要抱不承认想法 有一天不想话 你说你要用彩虹手 来帮我洗刷 Badamma bad boy 其实有点复杂 我心得想你的味道 生成你的股仰 Badamma bad boy 你真不想再说 等一下一股就这机会 要想让你拍拖 到底应该要怎样才能靠近 想要带你去shouting 在月光下我抓紧了你 Oh baby想要叫你暖零 但你回我的家里 就怎样我都答应了你 So baby girl 别叫我的分歧 让我唱上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girl 别叫我的分歧 不是也不用你甜蜜 吃饭睡觉的游戏 你是我的小猫咪 OK走上床就要打开你的表情 连共起特别的神仙 爱大不理不自作 多轻易为这是你的考验 如果能感受到我小宇宙的特别 你让我正转反侧 不可能和击或是错的 看着你的眼眸 确认反复是爱的迹象 你对我点头 答应满足我所有的欲望 向前在记忆 让我变得细腻 这一点一滴 如果你缺乏抵抗力 那我就是你的温西 我见过太多过往云烟 搬家装靠冷却会倒在你的裙边 你沉云落雁 而我阴群潇洒 我风不翩翩 而你比越修华 别叫我当分歧 你知道我不会感情说爱 可不是比多分 但我想现在就大年离开 像私人飞机环游 世界只需一个礼拜 我好喜欢你 这秘密我幅想在依赖 别叫我的分歧 让我强受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或许是我太主动 或许你也快失控 放弃了多余理由 我牵你的手 你开始选择 no me 别叫我的分歧 让我唱首奈乐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不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别别叫我的分歧 不是不用的甜蜜 吃饭水叫来游戏 你是我的小猫蜜 是我的小猫蜀 是我的小猫蜜 你是我的小猫蜀 作曲 李宗盛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LG 嗯 你我都老单 我说你靠右 承认我有点腼腆 却又真想好 你都犹豫都在出 想要某种联系 装作满不经心的 我一切都照旧 如果我是大分 请你就是蒙娜丽莎 哈喽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美妆学院的 VIP正式课程 我是嘴嘴老师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第15课时 气质职场妆容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课程导学 那本节课的目标 就是掌握一个 气质职场的妆容 那下面呢 就要跟着老师一起来 学习我们的一个 实践操作教学了 那我们的模特小姐姐 已经入座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的小姐姐 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哈喽 同学们好 好 那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模特小姐姐 那我们首先呢 下面就要开始进行 我们的第一步操作了 第一步操作呢 同样啊 就是修眉操作 对不对 可以看到 我们模特小姐姐本身的一个 眉毛 它其实是比较浅的 然后也比较细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眉形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同样还是啊 要保留它基础的一个眉形啊 然后把它多余的一些砸眉 给它修掉 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一个小姐姐上面的话呢 它是有一部分的砸眉的 所以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呢 这样我们朝下啊 我们卡到它的这个眉形的这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好 我们把上侧的眉毛修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修理一下下侧的眉毛 那我们小姐下侧的一个砸眉 是在这儿也有生长的一点啊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给它修理一下 我们同样在修理下侧的一个砸眉的时候 也是由上往下去修啊 注意同学们在修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说刮伤了自己啊 如果说你的皮肤特别干的话 可以事前在我们修眉的这一块 上一下乳液就可以了啊 那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给它 用一个洗脸巾给它擦一下啊 把往面部这样一个砸眉 这个操作是必须的啊 老师每节课都是这么操作的 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一步 好 我们其实今天这个小姐的砸眉 还不是特别多啊 平常非常注重的修眉嘛 所以说同学们平常也一定要说 注意一下我们的一个美貌的一个修理啊 那我们修完眉之后呢 就要开始我们的一个彩妆步骤了 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要使用一个妆前乳 那今天呢老师使用的是这一款啊 它是一个偏绿色一点的一个妆前乳 昨天老师是不是使用了一个紫色的妆前乳 那今天呢老师会使用这款偏绿色一点的妆前乳 那为什么说要使用这个绿色一点的妆前乳呢 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小姐的面部的一个面部特点是什么 它的肤质 它是面部是有大面积的这种泛红红血丝对不对 其实我们小姐呢就是一个敏感性的肌肤啊 有大面积的这种泛红血丝的现象 所以说呢我们的一个绿色的妆前乳呢 它是可以去中和我们面部泛红现象的啊 所以说同学如果说是面部泛红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绿色的妆前乳去修正一下 我们这样一个泛红的肤色 我们首先同样还是把妆前乳均匀的点涂在我们的一个脸上啊 然后我们使用海绵蛋将它轻拍一开 注意如果说我们要这样涂抹的话 一定要顺着我们的一个肌肤的一个纹理生长方向啊 像我们额头就是横向生长了对不对 我们这样全部将它抹匀之后 注意我们鼻翼的一个周围啊 也要注意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妆前乳的操作 下巴的部位 然后我们脸颊的地方呢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重点的去涂抹一下 这样一个泛红的一个部位啊 我们在我们泛红的地方重点去给它进行一下 这样一个肤色修饰功能 注意我们脸颊的时候可以这样向上提 然后通过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前部的给它进行一个按压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海绵蛋上剩下的这一些妆前乳啊 我们重点的去按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面颊泛红的地方 把它修正一下这个肤色 好按压之后呢 我们这样一个第一步的一个妆前乳的操作就进行完毕了啊 下面呢我们就要到了一个遮瑕的部分 我们今天同样使用这样一个三色的遮瑕膏啊 那我们呢首先要来进行一下我们这样一个面部的一个遮瑕啊 其实我们小姐姐的一个面部除了说泛红的现象呢 它整体的一个面部还是比较好的啊 没有一些小瑕疵没有什么痘痘痘印啊 就大体的一个瑕疵就是一个面部泛红的现象了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给它重点去遮盖一下我们这样一个面部泛红的这样一个地方呢 重点的去进行一下遮盖 我们可以这样大面具的去来进行一下涂抹 去进行一个片状区域的一个遮瑕啊 好然后还有哪里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法令纹处 还有嘴角处啊 这些地方都可以进行一下遮盖 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个黑眼圈的地方啊 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几乎每个人都会有黑眼圈啊 好我们这样涂抹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去使用我们一个海绵蛋的一个尖头啊 去给它进行抹开 注意我们在涂遮瑕的时候 一定要是这样点拍的这样一个方式 好眼下的黑眼圈同样 我们要用这样点拍的一个方式啊 将它给硬开 我们的遮瑕一定要做到位啊 只有遮瑕做到位了 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底妆更加的干净 好 就下完成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要去上一个粉底了 对不对 那今天呢 老师会选择一个粉底液的产品啊 但同学们注意 今天在选择粉底液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选择过于白的了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是一个职场妆容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职场中去谈那些很重要的项目合作的时候 我们画一个大白脸会感觉很奇怪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在去上这个底妆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跟自己一个肌肤颜色相近的一个色号啊 或者说是稍微的 那么自然一点的一个色号就可以了 不要去选择一个过于白的一个色号了 今天的一个底妆主要讲究的是一个自然的效果啊 老师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 那么首先呢 在我们脸部均匀的去点涂一下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使用这样一个粉底刷啊 将它先给整体的涂开 注意我们今天所选的这个粉底液 同学们可以看啊 涂开之后是跟我们的一个肌肤颜色它是相近的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在去选择一个职场妆容的时候 选择这个粉底的颜色呢 主要是为了就是它保持一个自然的一个妆效啊 不要说是过于白了 好 我们首先先将它这样涂抹一下 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海绵蛋啊 将它这个底妆与我们的肌肤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 为的就是让它不服装啊 不服粉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些连接我们的一个发际线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边角的位置啊 一定要说这个过渡一定要是自然的 不要有明显的分界线 然后一些细节部位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尖头去给它进行一下修饰 眼下侧也不要忘记 好可以看到我们进行完底妆之后呢是改善了我们小姐姐本身的一个面部泛红的一个线 现象啊但是又说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底妆 跟我们没化妆的这一边呢它其实差别是并不大对不对 它只是说给我们肌肤做到一个遮瑕遮盖的一个效果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选择一个职场妆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选择粉底颜色的时候不要选择过于白的啊 要选择跟自己肌肤颜色这么相近的一个色号啊 好那我们上完底妆之后我们这个粉底液之后呢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个定妆了 今天我们定妆选择的是一个清透妆感的散粉啊就不用选择一些粉柄了 首先我们这样进行一个按压 注意我们眼皮的位置啊尤其是容易出油的同学 我们的眼皮它是一个比较隐藏的一个容易出油的部位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把这个粉扑这样一捏去给它进行一个按压定妆 好定好妆之后呢我们这样一个底妆的步骤就完成了 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底妆完成之后它是非常的清透的这样有感觉啊 同学们也一定要打造这样一个完美的底妆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下下一步局部的操作了啊 今天我们首先来进行一下一个眼妆的操作啊 我们今天因为是职场妆容嘛 所以说我们今天选择一个大地色棕色系的这样一盘眼影啊 因为这种颜色搭配的它是比较深邃比较稳重的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选择这种的一个大地色系在我们的一个职场中去运用啊 那我们今天首先就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发色 我们首先去给它进行一个打底色的操作 同样选择这样一个米白色啊 这两个颜色都是可以的 一个是稍微白一点的 一个是稍微偏米色一点的 都是可以选择的 好 那么首先呢从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开始啊 然后画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样一个眼窝处对不对 整个眼窝处去给它进行一下打底的操作 当然我们的一个打底色它的颜色是不显色的啊 几乎 只是说去吸附一下我们眼部的一个油脂 好 睁眼 我们的眼下色同样要使用一下打底色 好 打底色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下一个基础色的操作啊 那今天基础色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下稍微深一点的一个棕色系啦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我选择这样一个棕色系去淡淡的占取 然后呢去画我们的一个基础色啊 同样从睫毛根部开始起笔 然后去填满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眼窝处啊 注意我们一个直长的眼妆呢 你是说不用特别的淡啊 但是也不要过于的妖艳对不对 一定要是那种很稳重的那种感觉啊 好 我们将这个基础色填满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眼窝下方 从我们的睫毛根部开始 好 然后我们这样之后呢 在外边缘啊我们要进行一下这样一个预染处理 同样眼下侧的位置啊我们可以选择稍微小一点的一个眼影刷啊 去给它进行一下眼下侧的一个处理啊 我们画一下后三分之一处 注意在画的时候在眼尾处要跟我们的一个上眼影进行一个衔接 注意在眼尾处跟我们的上眼影进行一个衔接啊 好 这样画一下我们整个眼妆的一个基础色的部分啊 这样就是完成了 同学们可以选择一下一个大地色系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基础色的一个完成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去进行重点色了啊 重点色的话我们今天选择更深一点的一个棕色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颜色啊 然后同样也是轻微的占取同学们 画在什么部位先画在我们的后眼尾的一个三分之一处啊 我们紧贴睫毛根部开始 然后同学们注意啊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后眼尾处 去给它进行这样一个倒三角的这样一个画法 同学们可以看到吗 高三角然后往前去给它进行一个孕染 这样呢会使我们的一个眼尾更加的深邃啊 同样注意我们的一个眼尾处跟我们的一个 这样一个之前上过的一个基础色 要给它进行一个孕染刷的很好的一个过度孕染处理啊 要柔和一些 好我们这样孕染好之后呢 再进行一下哪里呢 我们眼头处今天也要进行一下加深啊 使我们整个眼睛的立体感体现一下 眼头稍微的来一点点就可以啦 然后我们这样去给它进行一下孕染 把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基础色和我们的一个重点色 将它熨染的非常的柔和啊 那同样我们的眼下侧是不是也需要去进行一个重点色的操作啦 画一下后三分之一处啊 然后注意我们的上眼影和下眼影的一个衔接 我们的眼妆是一个整体啊 同学们千万不要说画了上面露了下面 或者说画了下面露了上面啊 好这样我们的一个重点强调色也处理好了啊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眼部呢它是非常深邃的一个感觉了 那下面我们就要处理一下一个提亮色的对不对 提亮色啊我们来选择一个稍微扁平一点的刷子 我们去占取一个什么颜色呢 占取这样一个啊 带有微微的珠光感的这样一个浅棕色 然后同样也是稍微的占取就可以了啊 今天我们提亮在眼中的位置 好这样提亮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立体短力嘛 就出来了对不对 同样我们要使用一个晕染刷啊 将它一个强调色 基础色还有提亮色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啊 然后同样我们还需要提亮的部位 就是我们的卧蚕啊 卧蚕的部位 因为在职场中一个平易近人的形象 其实是挺重要的啊 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说 画下卧蚕会显得整个人跟他的温柔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职场妆容嘛 所以说我们在画卧蚕的时候呢 这样轻微的来一下就可以了啊 不要说是提亮的过于的明显过于的夸张 好那么呢一个眼影今天就完成了 眼影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下下一步了 不知道眼影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的话 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下啊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下眼线的一个操作了啊 眼线的话 我们首先同样来进行一下一个内眼线的填充啊 在我们的一个睫毛的根部 将我们的睫毛根部填满 不知道同学们经过这么多堂课的一个练习眼线之后呢 画眼线有没有更熟练了呢 好我们先首先填充一下这个内眼线啊 可以睁眼看一下 会使我们的整个眼睛追到更加的深邃的感觉啊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下一个外眼线的填充了 注意同学们今天在画外眼线的时候 我们的眼尾要平拉啊 不要过于的去上调 过于上调的话会显得比较魅惑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气质直肠状容的话呢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一个平易静静的感觉啊 我们就要去给它进行一个平拉式的眼线就可以了啊 好那同学们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一个眼线的操作 做外眼线的操作啊 我们可以从眼中开始 然后再画一下眼头的位置 我们这样在内眼线之上把我们的外眼线画出来啊 可以睁眼先看一下 我们在画眼线的时候要这样睁眼 闭眼反复的确认啊 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睁眼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样一个眼头的位置 是不是觉得还缺失一点 所以说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眼头的位置啊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一个眼线就完成了 我们这边的眼睛是不是比这边的眼睛有神了 并且说大放大了一倍呢 为什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对比啊 那我们的这样一个眼线也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下一个睫毛的操作了啊 今天我们的睫毛要注意 我们睫毛要进行一下一个自然卷翘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分为三段式的来加对不对 我们三段式的来加 首先去加一下我们的一个 睫毛的根部啊 我们这样加一下 然后这样往上提 然后再加一下睫毛的中部 这样一加往上提 再加一下睫毛的尾部往上提 那它有一个自然卷翘的效果啊 你不要说让它很生硬的去给它进行一个卷翘 好我们加完睫毛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下一个睫毛膏的操作了啊 今天睫毛膏呢 我们也要说去给它画到一个自然的效果啊 不要说过于的浓密了对不对 我们首先睫毛呢 要从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开始啊 我们这样束着 这样 从我们的睫毛根部这样 让它划出来 要顺着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的一个生长方向去给它进行啊 好了我们的上睫毛刷好了之后 我们的下睫毛要去进行一下 注意同学们在进行下睫毛的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轻轻的啊 不要说是过于的 因为我们的下睫毛比较短嘛 它很容易的去晕装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在处理下睫毛的时候 一定要轻轻的来处理啊 你可以将我们的刷头这样束过来 也可以呢去选择一些我们的一个细头的睫毛膏 对不对 那样的话是比较好处理我们的一个下睫毛的哈 那我们整个的眼妆呢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要根据那个眼妆去再画一下我们的眉毛 同样啊我们先使用我们的一个眉粉啊 我们这样一个三色的眉粉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去画眉毛的时候 可以说不用去画的太生硬了啊 好我们首先去填充一下 我们的一个最深的颜色的部位啊 是我们的一个眉峰的地方 今天我们来画一个标准眉 或者是画一个平眉的效果都是可以的 好眉峰填充完之后我们再填充一下眉尾 然后呢我们再用稍微淺一点的颜色啊 去给我们的眉头进行一下颜色的填充 至于我们今天填充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是这样淡淡的去给它进行一下填充就可以了啊 好我们填充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去给它进行一个画眉的操作了啊 用我们的眉笔去给我们的眉毛做一个定型 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眉头的位置 是在我们的眼内角向上对不对 那我们的眉峰呢是鼻翼连接眼球外侧 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我们的眉峰的位置 那眉尾呢是鼻翼连接我们的一个眼睛的一个外侧啊 可以连到我们画完眼妆的地方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来一一的画一下我们这三个需要画的一个轮廓感啊 首先同样我们先从我们的一个眉峰的位置开始画啊 先定一下我们的眉底线 然后再去定一下我们的眉峰 好这样呢然后再去画一下我们的眉尾啊 今天我们会在画眉尾的时候可以说去给它处理一个圆润一点的感觉啊 然后再去画眉头 回来眉头的位置啊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眉容纸去给它进行一个这样一个过度 好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一个眉毛它是近乎于这样一个平眉的效果啊 老师画了一个 眉头的部分我们要这样自然的像我们的一个鼻侧影的位置去给它进行一个过度啊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眉毛需要填充的一些颜色的地方 可以来进行一下填充 好 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个眉毛呢这样勾勒完它的轮廓感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化好妆的部分还是比较有精神比较有气质的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还同样可以使用一下染眉膏去给它进行一个染眉的处理啊 但是我们今天在使用染眉膏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不要说去给它用太多的一个染眉了啊 可以看到我们小姐姐在非常敬业的这样做一下左右脸的一个对比对不对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化好妆和没化好妆的一个对比啊 好 那我们呢现在要给它进行一个微微的一个染眉的操作了啊 只是轻微的就可以了 顺着我们的一个眉毛生长方向 好我们这样轻微的给它带过一下这样一个染眉的操作 那我们的眉毛呢现在就处理完成了啊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眉毛的部分和眼妆的部分啊 整个人是不是变得非常的有气质啊 配合上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气质的这样一个耳环啊 好那下面呢我们处理完这个眉眼的部分之后 我们就要去给它处理一个唇妆了啊 那今天的唇妆呢我们不要去选择的过于妖艳啊 我们要选择这样裸色系的豆沙色系的可以吗 曹颖同学说老师这款眉笔是削尖的吗 上面两根白线是什么用 那曹颖同学可以看一下老师所使用的这款眉笔啊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拉线眉笔 它这两根线呢是这样一拉下来 然后它这一圈就可以撕下来的这样一个啊 它是比较方便的 那其实它的头部呢还是需要用刀去给它削一个 这样一个压嘴扁平形状的啊 只是说它这个笔身的这样一个外边缘的这样一个包边啊 它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线一拉 然后它就可以这样撕下来了啊 笔头开始用刀去削的 好那我们进行完了之后 我们要再去给它进行一个唇妆啊 今天呢我们要去上一个满唇妆厚涂啊 但是我们使用的颜色一定不要过于的妖艳了 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使用这种豆沙色系 奶茶色系啊或者裸色系的这种颜色 好那首先我们同样从下唇开始啊 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外轮廓给它勾勒一下 可以看到老师所使用的这一款唇膏 其实跟我们小姐本身的一个唇色 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 就要选择这种稍微偏颅色系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好我们下唇上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描绘一下上唇 同学们注意在画满唇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唇的比例 把我们的唇风这样描绘出来 我们小姐姐本身的一个上唇 它是有点偏薄的 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去给她把这个唇风的位置 稍微靠上移一些 把我们整个的唇形这样勾勒一下 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一个满唇妆厚图的效果 就做好了啊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画好唇妆之后 是不是整个妆容更加的有气质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呢这样一个伴随着我们唇妆画完啊 我们整个的一个局部就操作完成了 局部操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个再回到整体 就是要进行我们的一个修容的操作了啊 好 那修容 我们要使用我们小姐姐手中所拿的这一盘啊 四色修容盘对不对 我们首先去给我们的一个外轮廓进行一下修整 但同学们要注意啊 我们在职场中不要说是有很重的一个妆感啊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修容呢 也不要选择颜色过深的 我们选择这样淡淡的去给我们的稍微进行一下一圈修整就可以了 包括我们的一个小姐姐本身的脸型也是比较棒的 对不对 好 这样 微微的这样往前修整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样一个发现的位置 并角的位置这样往前这样过渡啊 注意说我们的一个侧影一定要是从深到没有啊 逐渐跟我们的一个肤色进行一下融合的 好那下面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下一个下巴的描绘啊 将我们的一个下巴 这样的一个轮廓感的勾勒一下 好其实我们今天的侧影啊它是比较说比较淡的对不对 一定要是不要有很严重的一个妆感啊 因为在时常中 好那我们的一个侧影大面积的侧影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去给它进行一下一个小面积的一个侧影啊 小面积的侧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鼻侧影对不对 那鼻侧影的话呢 我们同样要选择颜色较浅一点的这样一个颜色啊 一定要淡淡的不要有很严重的一个鼻影啊 去稍微的把我们的一个鼻子的一个力挺感给它体现一下就可以 我们的鼻头 好同学可以看一下老师今天所描绘的这一个鼻侧影 它是比较淡的啊 跟我们小姐本身的一个这样一个鼻梁的一个侧影 它是颜色其实是相近的啊 所以说同学们在描绘我们今天的一个鼻侧影的时候 一定要说颜色不要过于加深了啊 那其他我们一些地方也可以进行一下侧影的描绘 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唇下侧的这样一个凹勾处啊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地方呢 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鼻头下方 这些小位置也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下鼻侧影的描绘啊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去处理一下高光了 高光我们今天呢要处理的说自然一些 不要说去给它处理的过于的闪亮了对不对 那同样呢我们今天要选择这样一个修容盘里的高光啊 我们淡淡的去占取一下就可以了 那今天我们就不体谅美股的位置了啊 因为说美股的位置会给人一种非常的一种立体的感觉啊 但因为说我们今天的一个妆容它是比较有气质 比较温柔的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说把整个的一个妆面呢 去给它这样圆滑化啊 觉得这样做的圆滑一点 所以说我们今天先不体谅美股的位置啊 只是说把我们的一个避量的位置啊 可以去给它体谅一下 还有我们的一个唇上方 微微的来一点就可以了啊 然后还有什么位置呢 还有就是大面积的一个体谅了啊 那大面积的体谅呢 我们去谴责我们的额头 额头稍微靠下一点啊就可以了 微微的来一点下巴 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苹果肌也可以来一点 好这样进行好体谅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在上面我们的苹果肌的位置 去给它叠加一个腮红了啊 叠加一个腮红了 那今天注意啊我们在选择腮红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自然的颜色 什么是自然的颜色呢 同学们可以看老师所拿的这一盘腮红盘啊 是不是这一盘的这个颜色非常的自然啊 它甚至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底妆的一个妆感 它是同色系的对不对 这样一个偏杏色奶茶色的这样一个啊 所以说我们在职场中呢去选择腮红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选择这些颜色了啊 我们去选择一个非常自然的这样一个裸色一点的 这样一个腮红 然后呢在我们的一个苹果肌的位置啊 给它淡淡的这样涂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斜向的来涂啊 让整个人更加有气场一点 达到一个这样一个自然的白里透红的感觉 可以让整个人提升一下气色 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浓艳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今天的腮红啊 我们一定不要说去打得过于的浓了啊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小姐姐做的一个整妆的展示啊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妆容就完成了 同学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一个整妆的妆容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非常的有气质的感觉 感觉在我们的职场中非常的平易近人啊 那再看一下我们没有化妆的那边 是不是感觉就感觉里面部泛红也比较严重 然后眼部呢也是没有这样一个精神 气质的对不对 没有这样一个精神感 所以说呢同学们我们的化妆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可以看一下我们化好妆的这样一个部分 感觉非常的有气质 是不是啊 好那如果说同学们学会了今天这样一个气质职场妆容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老师回复一波小花花啊 如果说你们学会了的话 那下面呢老师就要布置一下本堂课的一个作业啦 好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作业要求啊 就是完成气质职场妆容 然后呢拍摄一下面部妆容照片啊 同样将我们的作业要及时的在截止日期之前 上传呢我们那个大鹏教育M站啊 老师会给大家进行一下作业的点评好不好 那下面呢同学们我们进行本节课的一个答疑时间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老师啊 即时的来问一下老师 那如果说近来晚了的同学呢 我们在课下即时的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的回放好不好 那下面呢老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啊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实时的问一下老师 苍蝇同学说老师辛苦了老师不辛苦啊 主要是为了让同学们学到我们的美妆知识 希望大家都可以每天都进步一些 谢谢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LG 你我都老单 我说你靠右 承认我有点腼腆 却又争抢好斗 犹豫都在出 想要某种联系 装缩满不经心的 我一切都照旧 如果我是大奔 请你就是梦娜丽莎 EFFSTAR的微笑 帮我示通想法 要抱不承认想法 有一天可想法 你说你要用插红手 来帮我洗刷 把梦娜丽莎 其实有点複杂 我心里想你的味道 剩下你的肤压 把梦娜变得多 你从不想再说 下一个我抓住机会 好想跟你拍拖 到底应该要怎样才能靠近 想要带你去shopping 在月光下我抓紧了你 Oh baby想要叫你巴林 带你回我的家里 就怎样我都答应了你 So baby girl 别叫我的分歧 让我唱上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们在一起 Oh baby girl 别叫我的分歧 不是也不用的甜蜜 这份睡觉的游戏 你是我的小猫咪 OK 走上进窗 就要打开你的朋友圈 连空气都变得深陷 爱但不离不自作 多情以为这是你的考验 如果能感受到我小宇宙的特别 你让我正转反侦 你让我正转反侧 不可奈何 结果是错的 看着你的眼眸 却认反复是爱的迹象 你对我点头 答应满足我所有的欲望 向前在记忆 让我变得细腻 这一点一滴 如果你缺乏抵抗力 那我就是你的物性 我见过太多过往云烟 帮假装靠影却会倒在你的裙边 你沉云落雁 而我英俊潇洒 我风度翩翩 而你逼得修华 别叫我打分析 你知道我不会感情说爱 可不是被够分 但我想现在就打你离开 这四人飞机环游世界 只需一个礼拜 我好喜欢你 这秘密我所想在依赖 别差我的分析 让我强上了底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girl 别叫我打分析 不想也不用别牵蜜 吃饭睡觉来游戏 你是我的向往迷 So baby be love 就这样吧 你和我都融化 坐上了旋转木马 破解你线索密码 Oh yeah 或许是我太主动 或许你也快失控 放弃了多余理由 我牵你的手 你开始选择 No m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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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我打分析 让我唱出奈乐地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baby 别叫我打分析 不想也不用得见你 吃饭睡觉来游戏 你是我的小猫蜜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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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 你我都老单 我说你靠右 承认我有点腼腆 却又争抢好斗 犹豫都在出 想要某种联系 装作满不经心的 我一切都照旧 如果我是大分 请你就是蒙娜丽莎 EFFSTAR的微笑 帮我输通想法 好不承认想法 有一点不想话 你说你要用彩虹色 来帮我洗刷 把他梦里奥过 只是努力复杂 我心里奔向你的味道 深浅你的苦辣 把他梦白不停 就不想再说 假如不做这机会 那就由你拍拖 到底应该要怎样才能靠近 想要带你去shopping 在月光下我抓紧了你 Oh baby想要叫你gulling 但你回我的家 你就怎样我都答应了你 So baby you别叫我来分析 任我强盛没有底 没有在我的问题 要不要跟我们在一起 Oh baby you别叫我来分析 不顺便不用的甜蜜 吃饭睡觉来游戏 你睡我的小猫咪 OK 从上进床就要打开 你的困难圈 连攻击都变得视线 爱但不离不自作 多情以为这是你的考虑 你才感受到我小宇宙的特别 你让我转转反侧 不可奈何几乎是错的 看着你的眼眸 却认反复是爱的迹象 你对我点头 答应满足我所有的欲望 向前在记忆 让我变得细腻 这一点一体 如果你缺乏抵抗力 那我就是你的我系 我见过太多过往云烟 放假装开梦 却会倒在你的裙边 你沉云落烟 而我英雄潇洒 我风度偏偏而你比别羞蛙 别叫我打分析 你知道我不会感情说爱 更不是被够分 但我想现在就打你离开 这私人飞机环游世界 只需一个礼拜 我好喜欢你 这秘密我随身在依赖 别叫我打分析 让我抢受你落地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别叫我打分析 不想也不用 不甜蜜 吃饭睡觉 来游戏 你是我的想要你 Love 就这样吧 你和我都融化 坐上了旋转木马 迫切你线索密码 Oh yeah 或许是我太主动 或许你也快失控 放弃了多余理由 你牵你的手 你开始选择 No me So baby 别叫我打分析 让我唱上乐地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别叫我打分析 不是不永远的甜蜜 吃饭睡觉来游戏 你是我的想要你 是我的想要你 好同学们 那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作业要求 就是完成气质职场妆容 然后拍摄面部妆容照片 及时的上传到我们的一个大鹏教育M站 同学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本节课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同学们拜拜 你都在处想要某种联系 装缝满不经心的我一切都照旧 如果我是大分级你就是梦娜丽莎 你Fastar的微笑帮我示动想法 要抱抱承认想法有一点不像话 你说你要用擦控手来帮我洗刷 Badama bad boy只是容易复杂 我是跟上你的味道甚至你的鼓劳 Badama bad boy你怎么不想再说 下一个不做这机会要在你里拍拖 到底应该要怎样才能靠近 想要带你去说明在月光下我抓紧了你 Oh baby想要叫你打领 但你回我的家里就怎样我都答应了你 So baby girl别叫我的分析 让我唱上没落地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跟我们在一起 Oh baby girl别叫我的分析 不说也不用你甜蜜 吃饭睡觉来游戏 你是我的小猫咪 OK走上进床就要打开你的光圈 连攻击都别的视线 爱但不理不自作多情 以为这是你的考验 感受到我小宇宙的特别 你让我正转反侧 不可奈何忌或是错的 看着你的眼眸 确认反复是爱的迹象 你对我点头 答应满足我所有的欲望 向前在记忆 让我变得细腻 这一点一滴 如果你却要抵抗力 那我就是你的物质 但不论我见过太多过往云烟 放假装高动却会倒在你的裙边 你沉云落雁 而我英居潇洒 我风度翩翩 而你比越修华 别叫我打分析 你知道我不会感情说爱 可不是被夺分 但我想现在就打你离开 这四人飞机环游 世界只需一个礼拜 我好喜欢你 这秘密我会想再依赖 别叫我的分析 让我强受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do 别叫我打分析 不顺眼不用你甜蜜 吃饭睡觉来游戏 你是我的想要你 总的be love 就这样吧 你和我都融化 坐上了旋转木马 破解你线索密码 Oh yeah 或许是我太主动 或许你也快失控 放弃了多余理由 我牵你的手 你开始选择 no me Baby baby do 别叫我的分析 让我唱首的乐地 你才能不能忘记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do 别叫我的分析 不睡不用遇见你 吃饭睡觉来游戏 你也是我的想要你 Oh baby do 你也不能忘记 作词 作曲 李宗盛